大家好,我是郭艾修成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点评向中顶股份太豪科技 那么中顶股份是否属于涨停突破 太豪科技是强是弱 还有没有机会 那么技术点评仅仅仅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两个股份都是咱们前面反复点评到的 列说呢,记得在7月16号的时候 当时记得是凌晨 当时呢,对于像中顶股份,方大探数 美景能源,新页股份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中顶点评 那么当时的话呢 这些个股它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还没有怎么上涨 但是呢,比较尴尬的是什么呢 当时点评过之后呢 这一篇视频的浏览量,就是播放量 还是特别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普遍的关注度比较低 就是对于个股,对于这些方向 那么我们来看从7月16号以来 那么中顶股份呢 当时它是一个 用残忍的视角来讲 它是属于日线的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中间有一个三分钟书 然后呢,当时讲的几点呢 如果是回落 可以把握一次三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然后去跟 那么今天呢,再一次涨停突破 那么它是属于第二一个 三十分钟中书 在下准备一段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当时点评到的一些方向 例如像方大摊数 咱们就不多说了 从7月16号 咱们最早呢 7月8号点评 当时呢 在7月16号点位以来 其实呢 也是不知不觉当中 对应的话呢 也是已经近60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对应的像 美景能源新业股份 美景能源 从7月16日 在这个阶段 因为在这个位置呢 小银小羊 小银小羊 缩量 MICD浪 没有爆发 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市场 绝大部分人 对它的关注 是非常少的 那么从侧面表达一个什么观念呢 90%的散户 或者80%以上的 交易者 或者是投资者 关注到一个方向 就是个股的因素 不是因为 它的未来有多好 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逻辑 而是因为什么呢 短期的大涨 吸引了你的注意 这是 共性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 但是这是 美景能源 那么当时列出像新业股份 新业股份的话呢 对应了 从7月16号以来 它也是已经走了 这样的一个 祖生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当时怎么结合呢 像中顶股份和 对应的 和太豪科技呢 做出详细点评 那么中顶股份呢 咱们 先做一个简单的技术巩固 这个巩固什么呢 它从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 27块钱 27块4毛股以来 它下跌 它经历的 这是一个 日线级别的中枢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 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中枢 走的是 从高到低 是一个日线的趋势下 那么从6块7毛4 这个位置呢 反弹 这个位置走的是一个 日线级别的中枢 组建 而后呢 再走向上离开段 那么它的一个 向上离开段的一个 内部呢 走了30分钟的 一个30分钟 中枢 两个30分钟 中枢 那么像这一支 歌舞的 它是很强的代表性 代表在什么地方呢 它符合咱们前面 讲的这样的模型 可能有的粉丝朋友呢 对于残论的 系统性的基础教程 能欠缺一些学习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不上 修缠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 这样的模型 以后的话呢 你能够举一反三 那就是呢 可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 又说呢 哎 一个平台组建过之后呢 能够保持住 不破景天位 就是这个这个位置呢 对于不懂 就是对于什么 对于一些 国有来讲 对于新手来讲 容易把它作为一个 双顶结构 或是M头 但是呢 M头它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 必须要破景天位 反头站不上 它才是M头 那么它只要不给出 这样的一个走法呢 那么它大概率是要上的折反 那么呢 用残论角度来 就是一个中枢组建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像是反弹 站在140年均线 其实这个位置呢 和咱们 方达探数的这个模型 麦点是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 当时组建一个三十分中枢 再向他走离开一段 现在走离开一段呢 那么这个位置突破前面高点 它是一个观察地点 咱们也是在他突破前面高点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 然后讲到回落 只要不破 三十分钟上沿 对应的是个机会点 当时都跟踪一个视角 那么现在来看到 它实际上是已经兑现的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第二个三十分钟出 这个回落不破 下方的让了平台上沿 反弹回落 当前走的是这些的走离开段 那么今天 它的一个涨停板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突破 也是三十分钟向上离开段 那么像这类个股 跟踪视角的话呢 好 它的一个 因为今天是八月三十一号 收越开 那么呢 咱们也从越开的角度呢 去快速看一下 从越开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是属于强势的一种表达 MSD近差临组上方 那么它的一个压力 或者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方向 参考的什么位置呢 上方 前面的有个缺口 在二十一块三附近 有一个缺口的位置 也是呢 有前面在哪个几点 可以做它的压力来去看 那么周黑线的话呢 当前它的一个做法呢 是呃 沿着五周均线的爬升 但是短周期来讲呢 对应的 它可能接下来会面临 矩阵或者面临震荡 因为呢 刚刚走过加速 那么涨停过终呢 再往上不能连板 就会偏着五均 好 这是中顶股份 那么中顶股份 如果说后面回落 有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 一点回落不破 三十分钟中速上延 好 如果回落下来 不破三十分钟中速上延 那么对应的 它可能会存在一次 呃 分钟级别的 三十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然后呢 再看转化为 三迈转一迈 还有三迈转二迈 好 这是中顶股份 只是呢 它的一个残论结构模型 非常的标准 而且呢 用咱们前面的一些模型角度来讲 这样的个五是一路去跟的 好 下面呢 咱们把中顶放在第二支 像太豪科技 太豪科技的话呢 我看今天呢 有不少的粉丝朋友呢 留言或者是 呃 关心询问 那么太豪科技这一支个五 咱们用强弱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然后任用残忍的维度来进行跟踪 强弱呢 咱们多周期 从越开线的角度来讲 越开线它是个突破 非常明显 非常简单 非常的 呃 清晰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越开线 因为今天是越可以说越线吗 说越开线的话呢 它是越开线的MICD底背离 知道 MICD底背离 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是听了太多次了 但是呢 越开线的底背离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常见 当然也有 但是呢 就是呢 通常情况下 一般说底背离 底背离啊 用吗 是30分钟 60分钟 日线居多 再者的话呢 周线 但是呢 像这一只狗 它在前面呈现了什么 呈现的是一个 越线级别的MICD底背离的一种状态 那么底背离的状态当中对应的话呢 这个底背离呢 它距离临组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的话呢 当前MICD四场临组的 它是属于越开线 越开线本身 它是一个突破的 做法 突破做法呢 量能是有配合的 就是量 架起升 MICD进入强区 进入强制逐游 这是越开线的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周开线 周开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当前它是属于的吗 前面 咱们前面讲到用均线的维度来讲 就属于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周开线站上站稳140年均线 它才具有走牛的可能迹象 那么日开线站稳 114年均线上方之后 它才具有走强的可能和迹象 那么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周开线 它能够稳稳地站在 114年均线上方 53 140年均线 多度排列 日开线也是如此 那么呢 可以用这样的公认的经验去跟踪 那么当前它是沿着 均线先的爬升 就是均线是多度排列状态 排列状态 只不过从周线的角度来讲 本周 开线 强 量能弱 只不过呢 只有周开线来讲 量能来讲的话呢 因为对应了它只有两天 那么如果说结合 周三周四周五 那么本周的量能来讲 它和上周上比一定是放量的 因为两天就达到了前面的五分之三了 那么后面三天的话呢 对应了 就是本周的量能 整体是要突破 昨天上楼的量能的 好 这是太豪科技的周开线 那么它的开线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 哎 贴着五军线上爬升 那么呢 今天呢 就是一个光头阳线 光头阳线的话呢 那么这本周的重点 你就是看它能不能突破九块一毛八 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突破九块一毛八 而且呢收盘收在周开线的 收在九块一毛八上方 那么 对应的 它就属于那很强的一种做法 而且长周期来讲 从月 从周开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属于前面这样的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结构 破坏之后 走路进入了一个进入这样的一个震荡上的一个阻止 当中 而且它本身有基本面的配合 好 MICD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零轴 零轴上方 金插上零轴 好 这是周开线的表达 这些是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对于那MICD今天再度金插 就属于它当前营满轴的什么状态呢 月 周 日 强死周期公正 可能讲到这个地方 有些手中有的 可能心里面已经乐开花了 或者是已经开始澎湃了 修坛只用强弱的视角进行客观的描述 不代表主观观点啊 但是主观的视角的话呢 个人是比较看好它的后 后视走法的 只不过呢 我们再用更细化的一个视角来去跟 来去分析 那么像太尔科技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观察纪念是什么呢 首先从4块2毛9以来 这个位置呢 是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延伸 走的相当离开段 相当离开段的话 刚才给它讲的 这是一个次级别的中枢 就是5分钟 就是大的平台上方 组建了5分钟 平台的站哪个中枢对应了 他知道这几点 就是咱们模型2的买点吗 每一次 像在这个 就是这一 这一个位置 对应了 这个几点 这个几点 就是咱们前面讲的模型2的买点 什么模型2呢 熟悉咱们讲的文章 包括前面的视频的时候 在周末的时间 那么咱们讲的 模型1是什么呢 哎 这个中枢级别呢 最好是日线级别的 最次的话呢 要是30分钟级别的干嘛呢 好 中枢组建完成过之后 然后呢 前面不破前面的地点 然后呢 出现像的拐头 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是模型1 好 就是强的话呢 这样的话 它可能空间比较大 安全系统比较高 这模型1 好 什么是模型2呢 就属于 它已经走出了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 离开段 好 那么走出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对应的 它在向上离开段的上 就是大平台的上方 组件次级别的 在哪个中枢平台 每一次回落 次级别的 在哪个中枢组件的过程当中 把握它的 机会点 好 而且这个机会点 其实就属于 就属于大的 这个位置就是模型2 模型2 如果说单纯的看这一小段的话呢 它还是对于模型 这个模型的一个运用嘛 这是它的一个缩小而已 这是第二个模型 那么第三个模型的话呢 对应的就属于这个 实际上离开段 已经走完 内部结果饱满 回落下来 不破 日线中枢上延 对应的 不破前面的中枢上延 对应的话 它是属于三连买点 也是称之为 又称之为被最安全的买点 好 这是太阳科技 那么当前它就属于这种 模型2的一个视角嘛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都是属于 大的平台 三连中枢 上方 逐渐次级别 五分的中枢 五分的中枢 不逐渐的回落对应的 不大原则上不破 三分钟上延 次级别来讲的话呢 第一次回落 连五四三连均都没破 第二次回落 连潜力都不破 对应的就机会一点 好 而且从这次线来看到 今天它是一个 表达的量能是放大的 而且呢 今天 它的一个开线实体的话呢 是反包 昨天的上引线的高点 所以说呢 开线表达是强 量价起升 开线强 MICD 再度零周长保金差 那么呢 日周月强制周期公正 所以说呢 一 大概率趋于往上 二 如果说分钟级别的回落 依然视为机会点 好 这是太好科技 咱们前面也是多次这样就讲到的 但是后面呢 它在涨的走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呢 不断的去跟 那么如果说 从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 理论的一个视角 从理想的小度来讲 比如说这个位置呢 它是五分钟中枢 逐渐 然后前面走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它的一个维度呢 还是属于30分钟 向上离开段的内部属性 如果后面的话呢 走一个对应的 走一个五分钟的 如果说强 它可以组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再往上 那么这个走一个五分钟去市场 它才是一个 现在离开段的一个终结 如果说走的弱一点 反弹的向上力度 没那么强 它也可以落脚到这个位置 走一个五分钟的盘算下跌 回头下来 不破 三十分钟上沿 这个位置才称之为三类买点 三十分钟级别三类买点 好 这是太好科技 好 那么呢 后面呢 更认为还是值得去 反复去跟 但是呢 你要有这样的应对的一个视角 就是强弱变化 应节奏买卖点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不断去应对 而不是盲目 但是如果说对于 对于咱们 残论技术教程 对于残论的一个视角呢 了解的比较 浅薄的一方面呢 比较浅显的 可以呢 都看咱们前面讲的系统性的 培训课程 在视频 就在 头条的合集当中 有 大家可以找一找 如果说这一块呢 不太熟悉的 那么用重心的一个角度 主要重心不断上移 都可以去跟 好 这是太好科技 那么咱们在前面呢 在这一天的 节点呢 是有给大家去讲到 虽然尾盘的时间 看来会不会有一个向上 反弹的动作 而且呢 对应了他的基本面 也是 最起码和他当前的位置来讲 当前呢 小周期来讲 你可能感觉到 好像已经涨了一波了 那时候大周期来讲 他仍然处于底位 底部大平台刚刚突破 可以用这样的世界去跟了 例如说呢 他当前的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世界 但是你需要有一定的格局和演技去看 不能一时的涨跌 你能不能用一时的 强弱的一个视角 去不断的去应对 所有的大牛股的话呢 并不是说在这个位置 我就能够看到 他能涨到什么位置 不是这样的 而是涨过程当中 他怎么变化的 如果说不断的 处于强者很强的状态 连五军都不破 沿着五军现在爬升 那么持股就可以了吗 如果说 军演都会排列 日周月强的周期公正 那么呢 主要这种条件 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手趋势的仓位呢 一部分仓位手趋势不要动 那么浮动仓位来讲 要偏离五军了 或者是见好就收 等等都可以 好 这是泰河科技的一个 技术观察视角 好 那么呢 也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呢 可能 关心或者是 有这样的一个 参与 咱们的今天呢 就中联点评一下 后面的话呢 根据需要吧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节点 只作为技术观察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修餐 再次声明 修餐一 没有助理 如果说以修餐助理的名义 联系任何粉丝呢 一律 思维冒充 一律呢 要警惕 第二呢 修餐不推荐任何的个股 不推荐任何的金融 演成产品 不推荐任何的理财方式 那么呢 咱们在视频当中 举到的一些案例 纪纪是从技术的视角 来进观察经验的角度呢 来进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分析的一个维度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否则的话呢 赢亏之负 咱们要再三去强调 好 如果说呢 觉得视频内容 对你们的有所帮助 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